你自己考古工作,其實磁類產品,就是目前發掘出來的量是… 其實都是從江西景德鎮的御遙廠整條細算出來的 我們知道通過對御遙廠的皇家成立的一個官方的遙場 當時很多不達標準,包括變形、髮色不標準的磁器都被打碎了 然後在那裏掛一個洞,掩埋了去 所以你在我們展廳裏面見到那些完整的器物 全部都是當時經過獨徒官去精挑細算